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牛牛的小沃 我是万娃又见面咯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期呢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粉底液的测评 那要测评的是最近在这个油管上 还有美妆频道上非常火的开架的粉底液 Wet and Wild的新出的这一个叫 Photofocus Foundation 然后是Dewey Finish的 然后它之前呢有出一个普通的 这一个natural自然的妆效的这一个粉底液 然后它现在出的呢是这一个Dewey Finish的 然后我的色号呢 Buff Bask在上边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 OK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 这个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是在Target买的 然后是6块钱 然后知道当时我有这个 Target5块钱的那一个gift card嘛 然后我就想 看到这个新出的粉底液我试一下 然后呢 它是一个water-based的粉底液 然后28毫升的产品 不是30毫升的产品 然后呢 跟之前的一样 是这种 刷头的 就什么 传奖的类似于这种 很像传奖啊 然后 我看Cathleen Light 然后还有谁 Patti Jessica Brown 还有谁来着 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粉底液 就觉得 给你的妆效呢 非常非常的细腻啊 然后不像是6块钱的这一个粉底液 持久度呢 也蛮不错的 那虽然我是火油性肌肤啊 但是因为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的凉 我最后一层用的还是这一个防晒刷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看一下 半边脸美容蛋 半边脸刷子 我们看一下它的质感啊 然后 这个呢也有点味道 但是不像那一个 它之前那一个 有点像油漆的味道 油漆的味道 然后我这半边脸呢 我们用美容蛋 用的是Sonia Cushak的这个美容蛋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颜色有点不太对呀 大家 是吧有点浅了啊 Buff Base 我应该Sand的那个颜色 Sand的颜色好像只剩下那一个 还OK了 应该不显灰吧 在视频上 嗯 这下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那些用量呢 我用美容蛋 这下里也就是轻度 然后我的这一个泛红的地方 斑点这一个地方 还是有透出来 然后戴眼镜这个地方 有透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过敏的这个地方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一个调理啊 终于降下去很多 我会在下周 这周 因为我视频都是提前录的 我也不知道哪周了 总之我会把那一个 我新买的护肤品的那一个 给大家review 更新 给它更新上来 然后到时候跟大家说 是哪个东西过敏 然后我再来一层 叠加一下 看一下它叠加的效果怎么样 你会明显感觉到是这一个柔亮感的 妆效是没错的 然后 这下里 轻度以上 在我的脸上没有达到中度的程度 你可以看到我的斑点 然后我的发红的地方 还是气温有点透出来的这种感觉 但是妆效目前为止 我自己蛮喜欢的 记忆当中比另外一款要细腻很多 在我的脸上 希望这种感觉能稍微的 持久一些 大家看到 两边脸的区别 还不错啊 还不错 然后这半边我们少来点 因为我要用刷子 以免晕晕不开 我用的是real technic的这一个粉底刷 刷子当然就是 因为它是water based 所以非常的怎么说呢 稀薄 所以刷子晕染的要来快一些 快很多呀 我建议大家用刷子去晕染它 OK 我再来一点点 这下里还是不够 然后我蛮喜欢这个妆效 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真心蛮喜欢这个妆效 我有点惊艳到了 我最近新评测的这些粉底液 我有点惊艳了 我这六块钱能够惊艳的话 如果它这个妆效能持久的话 有点兴奋 OK 我建议大家用刷子去晕染它 但是仍然是一个 对我来说啊 仍然是一个轻度以上 没有达到中度遮瑕的这一个程度 美容蛋刷子 大家会选择哪个呢 当然是这个了 对不对 妆效真的很细致啊 大家 OK 非常非常好晕染 我这一个地方呢 稍微的需要一段时间去buff它 如果我用刷子的话 用美容蛋的话 可能压压压压要好一些 对于我来说呢 定妆是一定要的啊 然后因为我是用定妆粉的一个人 然后我很 就是除了夏天之外 我很少 夏天也不是了 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定妆 所以今天呢 我也要定妆 否则的话 我不知道它在我的脸上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这样子的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加一下 我最近超级爱用的 Laura Merced的这一个 遮瑕 加一点点 没错 就这一点就够了 用不了其他的 然后我用美容蛋 压一下这个地方 不是real technique的这样吗 Eco Brush 然后 全脸的 就稍微的压一下 这个定妆粉 它就是不会把你丢于那个妆效给你 你知道 压下去 所以 搞定 大家可以看到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时间 我粉底液啊 完成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八点多 可以在这里 OK 8点多 8点08分 然后我完成 剩下的妆容之后 马上回来 好了 大家 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然后简单说一下 我都用了什么 Bronzer呢 我用的是Hourglass的这一个 叫Luminous Bronze Light 我会把信息呢 也PO到底下的信息栏里边 腮红呢 我用的是Wetton Wild的 重新配方的 圆盒的这一个腮红啊 然后色号呢 是叫Nudist Society 我自己还蛮喜欢 这一个颜色的 然后 是它重新配方 之前不是长方形的 那个 现在变成这一个圆形的 里边带一点点shamer 高光呢 用的是Wetton Wild的 这一个highlighter powder啊 然后是目前为止 我唯一拥有的一个 因为我真的超级爱 这一个啊 眼影盘也是我 整理掉了 所有的Wetton Wild 留下的最后一盘 这一个眼影啊 然后这是它的 这一个叫 Not a Basic Peach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盘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还有什么 尖范膏 这一个欧莱雅的 这一个叫 Bamboo Eyes Mascara 还OK 因为我从新打开的嘛 所以想多用一下 然后口红 用的是香奈儿的 这一个Style 色号呢 是218 非常漂亮的一个裸色 带一点湿影在上边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个时间 用了10分钟化妆 非常快啊 8点18分 然后整个妆容 全部定下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脸上的这一个 妆感 非常非常的在线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细腻 蛮惊艳的 一款粉底液 希望它能持久一些 希望它能持久 如果它能够 持久一些的话 我觉得6块钱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开价片 大家知道 现在开价片 已经不开价了 已经往中间的 那一个价位走了 然后 但是我真的蛮喜欢 这一个粉底液的 然后所有的妆容啊 然后这一个bronzer 上来之后呢 它整个的这个颜色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我的色号呢 是Buff Base 按理说是 由于一点点偏冷色掉的了 但是都定下来之后 然后我觉得蛮适合 我的这一个皮肤的颜色 请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大概在下午 四五点钟回来的时候 然后直接跟大家更新 如果我中间 能够照照片的话 我会发一个就是 你知道插入一个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两个小时之后 三个小时之后 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忘记的话 可能就直接 给大家更新了 然后 呃 出印象 目前为止 10分钟 点赞 如果能持久一些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推荐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的 那我们就下午见了 大家 OK 大家 我归来了 哦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啊 然后外边超级冷 超级冷 现在呢 是下午6点10分 然后我 这一个妆容 在我的脸上多久了 应该是八个多小时了吧 对不对 那我先插入一个 我大概中午11点半的时候 我用手机 啊 录的一个 这一个小的demo 小的片段 footage 在这一个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整体的感觉 大概我 呃 八点多 将近九点吧 应该是 八点半 八点半吧 然后 刚化好的妆 然后呢 让我喘口气 刚回来啊 然后 呃 刚好化 那个化好妆的时候呢 感觉就是 呃 非常的florless 然后很tickle的皮肤 然后很薄 虽然啊 然后这一款粉底液 它是dewy foundation 但是我觉得它保湿的能力 稍微差了一点点啊 跟一些高端的品牌相比 就是你会 时间越久 你会感觉 哎 如果你是混合性皮肤 那我是混油性皮肤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是容易起皮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稍微 稍微 稍微 稍微的 OK 先进我这一个 fine line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鼻子这个地方 因为我这么擦 然后把这个粉底 已经擦掉了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蛮惊艳的 一个粉底 也在开价品当中啊 然后 呃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吗 OK 我觉得 如果 我这个肝纹 这个地方 如果我用了一些 打底乳的话 我觉得整个妆效 应该更上一层楼啊 然后 刷子灯 美容蛋 这边 美容蛋 这边 刷子 刷子要更好 buff它 就是更好去 约染它 因为它是 water base的 这样子的一个 粉底液啊 然后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一款 非常漂亮的 粉底液 我真心呢 蛮喜欢这一个 而且它的 它的味道呢 比 也有一点点 气味啊 但是 跟第一代相比 稍微收敛很多 第一代有的人 甚至就是 完全不喜欢 那个味道 就彻底放弃 那这个呢 是六块钱 我在target买的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是多少钱啊 然后 呃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颜色呢 稍微稍微 等需要店里去看一下啊 我是在店里面买的 那 我自己呢 强推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一个啊 呃 如果你的皮肤是 极干性的朋友 我觉得你就不用定妆了 真的 呃 我需要再不定妆 或者是加一个primer 然后我再试一下 会不会让它 妆感更上一层楼 如果能够更上一层楼的话 六美金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它放进 我最爱的粉底液之一 啊 目前为止 所以 没有氧化的现象 稍微有一点点 干纹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额头 然后这个地方 嘴角这个位置 下巴这个位置 鼻子这个位置 妆感都非常OK啊 所以 出印象 真心不错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测评 然后 我推荐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那今天呢 这一个Wattenwild的这一个 Dewi Luminux Foundation 就给大家评测到这里了 如果有的朋友 你也用了这一款粉底液的话 可以把你的想法呢 写在底下的评论里边 毕竟是这一个新的产品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提供一些信息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得到信息的话 不妨点赞一下啊 现在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天美妆日记 再见了 大家 拜拜